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惜的是 彈匣补充量少 眼神的戴妖侠只补2排子彈 应付冲海需要搭配持续伤害的战略配备或手榴弹 因为后座力低 运用在机器人的时候打头也有不错的效果 在难度7 依然是可以选用的武器之一 SNG-72 猛击者 你可以在债券的第二页买到它 虽然文姿叙述写的是震荡弹 但实际运用起来比较像是暈眩弹 除了可以打停小型单位以外 充足指挥官 呕吐虫 充锋虫 跟踪虫 还有巨行者全都是你可以打停的对象 并且是单手操作的关系 持盾机器人场也有不错的表现 强大的控场让他在难度9依然可以见到他的生意 你可以不带 但你会希望队友带 毕竟你不希望你的战兵跟队友一起作战的时候 3不50就在嗷嗷惨叫 P113判官 你可以在债券的第三页买到它 大多数的玩家会拿它与佐伦锁枪做比较 实际上它确实也跟佐伦一样 是个救缓不救急的副手武器 面对四周的巨点小兵 你拥有比佐伦更多的容错率 G13 冲击燃烧弹 你可以在债券的第二页买到它 极客触发可以协助处理很多来袭的情况 也可以炸虫洞 机器人制造场因为要跟冲击手蕾同样的判定 比较不建议 免得失手常常烧到自己 不需要预判太多敌人的走向 缺点就是容易烧到自己 可以用来弥补大多数主武器轻数量怪 难以处理的短板 BLAS 101 进化者 你可以在债券的第三页买到它 蓄能需要一秒才能急发式短板 虽然可以极弱武装直升机 但是要打完一整排弹霞的量 具有范围爆炸效果 从虫竹下烟触发增援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着手清怪 由于蓄能需要一秒才能发射 十分的节省弹药 之所以会把这把摆到最后还有一个原因 在官方的宣传中 它蓄能到最后应该会有高伤害 但在游戏中 会以大笑或以其他方式呈现 可是并没有实装 也许在实装之后会有出彩的表现 以上就是这次吉地爱国者的债券武器评测 在武器方面不是新手优先购买的选项 选择钢铁老兵债券 拿同类型的隐性燃烧弹 主导者及燃烧破裂者 或是尖端债券的镰刀 删击者和救人自救都好用的云炫弹 都更有性价比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暗示中天堂 战兵代号Kojima 我们下部影片见 掰掰